2016年《战狼2》开机时,女主角却嫌骗丑少直接辞演,为了救济吴京联系上了卢靖山,没想到卢靖山听后连骗丑都没问,而是直接来了一句用拖码。 听到这句话,吴京就知道有戏了,他笑着说放心,我这是正经电影,不需要拖,就是骗丑有点低,还得去非洲取景,卢靖山听后爽快地答应了。 《战狼2》开始是投资了一个多亿,可是拍着拍着吴京就把钱烧光了。 大家都知道《战狼2》里什么飞机大炮坦克,每天还有几百号人吃盒饭样样都得花钱,所以这个费用远远不够。 后来妻子谢南直接抵押了房子,这才筹到了6000万追加投资,其实《战狼》中张翰的角色,原定人选,也另有其人。 原来《战狼2》里卓亦凡的原定演员并不是张翰,而是王思聪战狼2里有一个富二代公子哥的角色。 一开始,吴京本想找王思聪来扮演,但去非洲拍戏又累又苦,王思聪直接说了一句,你找我演戏是假,找我投资倒是真的。 后来,吴京又找到一个当红小鲜肉,结果连对方的助理还没见到,就听到开价500万的要求,吴京当场被震惊了,他怎么也想不到,一个如此小的角色,居然还能开出这么高的价位。 然而正在吴京发愁时,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他,这个人就是张翰,张翰给大众的印象一直是霸道总裁。 当时的张翰非常希望能够突破大众对自己的刻板印象,所以当他听说战狼2准备开拍时,直接找到吴京推荐自己。 其实,吴京起初对他并不看好,对他的刻板印象就是小鲜肉吃不了苦,结果张翰为了能够出演战狼2,甚至一分钱不要,这才拿到了这个角色。 万万没想到,张翰演得非常出彩,面对生命危险的前后对比,也演得非常出色。 就这样经过多个月的艰难拍摄,这部战狼2最终顺利杀青上映,没想到这部电影上映后,斩获了56.8亿票房,一度成为电影票房榜的冠军。 最后吴京给女主卢靖山分了300万片酬,张翰分了100万片酬,不过王思聪当初虽然拒绝了吴京的邀请,但他却送给了吴京十个字,人有钱就让钱发挥作用。 最终他给战狼2追加了投资,不仅解决了吴京的烦恼,同时也让自己赚得很满波满,最终获利8亿。